我们可能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朋友对摩萨德并不陌生 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曾经给大家说过 以色列摩萨德曾经万里奔西到乌干达去解救以色列的人质 这确实是一支非常精干的队伍 它的了不起之处在 论规模看摩萨德很小 总共也不过2000多工作人员 可是就这2000多工作人员 却足以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前苏联可歌伯英国的军情五处和六处 和这三个机构并成为世界四大出了名的间谍机构 而且以色列摩萨德这些工作人员 完成任务这种能力 在世界间谍界那是享有胜余的 那么摩萨德是怎样的 应该说以色列摩萨德的诞生 要感谢美国中央情报局 摩萨德的真正的翻译过来的意思 就是秘密情报局 他是1951年9月1号 以色列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 和一些特别的一些国家级行动 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 仿照中央情报局的模式 建的以色列的情报局 那么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局呢 他当时有两个针对性很强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建国非常曲折 它是由犹太人组建的国家 那么犹太人在二战期间 在欧洲被德国法西斯 那可以说迫害的惨绝人寰 那么回头以色列在40年代 又来到耶路撒冷地区建国呢 又和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那么第一个是为了报复纳粹分子 对这个犹太人的迫害 第二个呢 是为了与周边和他们敌对的 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产生敌对情绪的国家之间对抗 所以以色列呢 当时建立这个摩萨德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摩萨德呢 主要是要追逃一些漏网的纳粹分子 摩萨德曾经万里迢迢跑到南美 把当年一个纳粹头的艾希曼给抓回来 二战结束以后 纳粹大屠杀主要凶手 阿道夫·艾希曼逃脱了审判 已经辗转 他躲在了阿根廷境内 可他的行踪 还是被摩萨德情报人员截获 为了把艾希曼带回以色列 接受犹太法庭的审判 摩萨德的特工 利用假护照等文件 成功潜入了阿根廷 在多方确认之下 对艾希曼实施了秘密绑架 路边有条水沟 他俩滚了下去 我抓住艾希曼的双脚 则维卡按住他 然后拉菲也上来了 我们把他拖到车上按住他 然后用眼罩蒙上他的眼睛 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为了能顺利把艾希曼带回以色列 由不惊动阿根廷政府 摩萨德特工精心策划了一起车祸 而受伤的特工人员 也因此获得了一份 为国许可证明 就这样 被伪装成伤员的艾希曼 被成功带上了 飞往以色列的专机 1961年12月25日 曾犯下累累罪行的艾希曼 最终在以色列被处以绞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